另一位委員 新王教文老師在10月7號 新委員 他是國立臺北大使都市計畫研究所 領域教授 也是該校都市計畫研究所 創辦人之一 國運營才是國底 他也是臺北市文化學創始首的文化資產神醫委員會的國立 一直到現任 新委員長期致力在提升台北城市的文化內涵素養 而且透過文資奉存 都市計畫 環境共融的合意 應進方式 而使得台北呈現自信 深遠的華文城市的特質 新教授面試在職的 還有城市無形文化資產可以保存 包括南北環宣社 吃足雅悅 碎石祭典 而他也有家永恆的典範 值得所有台北人的懷念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前學的新環教育委員一生 對國化資產 股市的風險 我們在此也歡迎 謝教授 也特別請大家我們歡迎 跟我們來示意 3人的文化 3人的問題 8人的問題 3分 我們再結束 我另外跟大家來報告就是新教授的告別式風紀 是在禮拜二十號早上十一點二十人 在我們二賓的經驗是整二天 我們要在我們一起訪問 把這個資料進去 到時候如果大家入口的話 也快點把這個報議的回憶開始 我們現在先讀七次會議題 第七次審議委員會會議記錄宣讀 審議案案一 聚落保障岩擴大聚落區域範圍審查案 結論一 有關公告種類為其他資歷照顧部分 請再確認 二 除本次所提入口銀行納入保障岩聚落範圍內之外 請文化局調查保障岩聚落 案二 大安區國立台灣大學陸名堂融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結論 同意不指定武器 無法獨立式建築及紀念建築 未來新建工程時 建議台灣大學透過設計手法保留陸名堂部分構建 或將建築元素納入設計意象 案三 直下設定武器草山水稻系統原山水神社搶修計畫審查案 結論 同意通過北水處所提草山水稻系統原山水神社搶修計畫 並請北水處增設完整的補基解說設施 以強化整體補基解說及環境教育場域 案四 異史建築國立堂大學日式宿舍 代言回預所、代用回預所、朝中介9號等 三處具備補基潛力之文化基材價值審查案 結論 一 同意指定為直下市定補基 及公道內容警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並有關指定理由 以請王委員 匯軍審閱統計通過 案五 直查市定古基 自由之家擴大古基 保存範圍審查案 結論 一 同意變分自由之家運作土地範圍及新生 部署建築物 公道事項請委員參看書面資料 二 有關指插市定古基 自由之家及大同之家 盤網籌廠 那如果定古基 岩漿單故居 整體園區之後續再利用計劃 請園區規劃單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及市定古基 公道事項 全人台灣銀行 向本委員會 做再利用計劃值報告 三 現行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評估將台北市 中正區南海段 五小段 五 四十八帝號等 兩比土地 納入國賓股 和家單物具房層範圍內 以令土地保存之完整 四 並有關期之死士 地號土地地上物資 全力義務 請土地手全人台灣銀行 並職權與諸戶尋法令方式解決之 在等委員會審議案外內 以上 今天陳琪跟醫院的民眾比較合謀 我們在這個會議開始之前 我們先做議事規則的一個宣布 今天的案子 原則上 在審議的過程中 有提報人跟所有權人 提報人 原則上是優先登記 優先發言 原則上時間是五到十分鐘 五到十分鐘 那至於其他旁邊民眾的登記發言 原則上是三分鐘 如果三分鐘發言時間一到 麻煩就是輪到下一位 那我們開放可以到第二輪的發言 以上對於醫事規則的一個宣布 另外第二點 我們這個委員會的審議 所有的程序都是公開公正跟透明的 甚至也有開放網路直播 所以其實今天的登記 所有發言的過程中 可以等同於說明會跟公訓會的形式 那真正的部分 在大會先做一個說明 那另外 如果說今天所有的禮報人 或者說曾經登記發言者 提出一個新的試證的話 具體試證 那所有委員會聽過 我們同意的狀況下 是可以做一個決議 那這邊做個補充說明 以上進行審議案一 審議案一 案有重災 針對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在106年10月13日的發文 我們是在昨天收到他這個文件 那阻止就是有關 我們辦理台大教治元宿舍 余大維護局文化資產審議案 鑑請聯益於審議會議前召開公聽會 收集更多社會關注意見 並評估是否辦理文化資產價值調查研究 那以上就是選擇 請問一下 這邊請問一下 可以提醒一下 補充資料 如果大家沒有意見的話 國警方能先跟各位來報告 我們在推前 武化部收到武化部 對我們今天的謝謝建議 那麼在這個公文上面大家都看到 但是這個昨天傍晚 武化部還特別發了新聞稿 然後這個標題就是說 對今天審議的把他列為三大人事審議 那麼武化部呼籲要先召開公平會 那議事就是說 要我們暫緩今天的審議 但是這個文化警員就是跟議事的程序 再做普通所需在這裏內 給我們一些意見方法 好 那文化部這個部分 就是希望我們能夠再收集一件 其實我們以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的審議 其實我們的過程中其實都已經是屬於全程開放的狀況下 連審議的討論期間 我們都有一些錄影的開放跟直播 那其實在於我們也開放登記發言 提報人其實在過程中 今天如果有提出任何的新市證 我們其實都是開放跟接納的 所以其實這個狀況下 也是等同於說明會跟公聽會這個情勢 在另外這個部分 其實委員如果認為這個新市證有在收集 或者查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們這個委會也應揹會 應揹強述這個主義 這個部分其實對於文化部的這個迴函 發言這個意見 其實我們可以做這個方式做呼應 好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去參考 好 來 應案1 案由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十一項十六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各位委員好 那我們就來簡報一下這個案子的整個 提報人來簡報的內容 這樣 那這個案子我們是 依照文字法第十七條跟第十八條 還有國際指定廁止廠法 跟歷史建築物 今天建築物登陸廁止廠 審查金屬補助辦法來 來注意這個審查程序 那這個案子是因為 有多位的民眾 在從一百年六年七月 火來火松 從文化局接到提報 大概十三號開始 陸續收到這個 中山北路二段十一項十六號的建築物 希望變成古蹟的提報 應該說希望變成古蹟的提報 那我們其實在七月十四號的時候 有誤過那個建管處 後來就有韓文警建管處 先暫緩建築物採取指導的申請 那這個案子做了土地 是本市中山區中山段三小段八一九地號 那土地及建物所有人 是政大引用工業股份補充公司 那近年這個建築物出租作為 沙海樓手工台在產品 那基本上時間點應該是在2014 結果它作為沙海樓 應該是2014到今年的8月 做營業使用 那在8月的時候 它作為道具已經前出了 那目前那個區塊 經由元大建設開發股份補充公司 完成物資同性的程序 那我們在建後提報之後 就是本資權啟動本資的審查程序 那我們在8月11號 也許會邀請 專案小組委員 就是李前朗委員 他也是趙齊了 個人薛清委員 黃慧君委員 張更正委員 還有黃世兄委員 辦理這個案子 辦理中山區 中山北部的段十一項十六號 建物的文化資產價值審查 專案小組現開 那所有人及部分提報人 也在沒有出席會談 那當天大概是多數委員 是初步認為他是具有物資價 大概基本上是 有四位委員認為有價值 那有一位委員認為 這倒是來討論 那8月11號專案小組的意見 摘要如下就是建物本體 從設計風格時代依 材料結構上都面提估 卻為1930年代後期屬於 當時日本與世界潮流的前端 所以永遠目前 較少見折動族裔或以前 現在族裔是建築 那依據1993年的地圖 本建物上會出現 那近年經過多次改建 包括加建及改建物 挺樓梯、凱杜木板、廣花板 及大部分裝修皆新物 持有外牆跟部分隔建牆 一樓地面馬賽克是原物 那舊現存的地面 仍然有1930年代 現在建物的特徵 有建物史上的文字價值 第四點是由於目前已經進行都更作業 並且有拆照區 他拆照是要在申請中 那我們就暫緩 如能在新的設計中 保存部分原有勾結 將能使新建物分居價值 那第五點是 本案例經多次開發申請 後續再利用成已經有妥善意義 另外就是8月11號那天出席 我有在建議說 這個案子為了要謹慎一點 所以希望在廣告 其他沒有 就是不是專案小組委員的 其他文字委員 來出席第二次會談 所以我們就是在接著在 9月5號辦理 這個案子建物的第二次憲談 那當天出席的文字委員是 詹天玄委員、李兵委員 然後9月12位委員、 劉書英委員跟蘇英明委員 那因為那天就當時的資料 那說 多數委員認為說 他其實是不具文字價值 當然 五個委員裡面是三個人 是寫不具價值 那一位委員是認為說 他有一些歷史資料 或者是照片好像是不進去 或者是沒有 那由於我們認為是有 有文字的價值這樣子 那一件會議的意見再要入下 就是一 本建築民國29年實建 五十二年總登記為木樁構造 與現況架強裝造縱然不同 其歷史文化價值並無保存意義 那二 本建物增改建部分盛讀 並無足夠之圖片或照片 以之作證 會有重要人物在此去 有堅毀不列的五光之長 建築特色 外觀原貌保留的比較多 建築全體的外觀 1930年代或者是到40年代流行的 淡黃色奇銀淡核色系的外牆 大部分的外牆貼淡核色的小火瓷� 那玄關附近 雕壁貼淡核色系的惡定掛浮雕瓷瓷� 那玄關附近 雕壁貼淡核色系的惡定掛浮雕瓷瓷磚 那玄關內的地板 貼六角形無右馬賽克紙 那這些應該是佔潛的東西 那外牆加上陽台、欄杆及窗房等地方 核色系的形式值 那全體淡黃、淡核形成末期 流行顏色系統外觀 那第四點是 目前提出的資料有顯示內部裝修 有屋頂、樓梯、台座木板、通話板 確定是新的 那第五點就是 本建物已經歷經多次改建極增建 室內裝修也多次更動 缺乏原始照片組織 無法得知原貌違和 有無從評斷外觀西部其建築美學價值 現有的多維近代防古製作 不具物之價 僅因確認物資的真實性 那以上兩次委員的詳細意見 那就請各位委員參觀 那個復健裡面的會議記錄 那另外106年9月16日 因為當天公視晚間新聞剛好報道過這個建築物 那當時其中 因為這個案子 原先有二十幾名提報人來提報 那二十幾名提報人提的名稱都叫 小林首次郎的地 那因為在9月16日的時候 公視晚間新聞報道 就是其中一位林先生的提報人 他受訪的時候有說 這建築物應該是西元1945年就已經存在了 那而且有些物資工作人員認為說 他應該是講成茂同地 那後來提報人林先生 他有在他的網路平台有提出 應該是疑似這個案子的歷史照片 那因為 但是因為我們不曉得 他那個照片的拍攝年代跟提供者 所以我們就由航母同時一起 這位提報人還有所有權人這邊 就在這支資訊 再提供我們更多的相關的歷史 或者是有可以佐證的資料 給我們參考這樣子 那我再說明一下這一個就是 後來所有權人 就是政大利用公司 他們在10月6號的時候 有先提出了一份文件 那後來他們認為還要再補充 所以他們今天是有提供了三份文件 那美國委員桌上應該都有他們提供的部分 就是他們對於這一些歷史普通資料的說明 那還有就是提報人這邊 他在10月13號左右也有上了 他修正後的提報表 當然他修正後提報表跟內容的名稱 主要是以陳茂通為提報名稱 那那個提報人是 其中一點會提報人 他有提出這個 就是修正後提報表的內容 那這個內容我們也提供委員 應該也在委員的桌上 那還有就是今天 提報人 其中有一位提報人 他也提供了兩三份 比較厚的資料 那因為當然他只有提供兩三份 所以等一下我們知情 通常就是拿給委員輪流參看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這個 那這就是提報人 那所有權人 針對我們地氣象說明這件事情 在今天所回復跟提供的內容 那鎮大英文公司 及相關權利人的意見 安全起祥 第一次的會談紀錄 另外就是說 這個案子的馬仔在頂固報告 就有雨翔附建物 那接下來 我就爭奪一些 兩個面向來說明這個案子 就我們局裡面 能夠收集到的一些資料 來做說明 包括從那個建物本身 他在現在能夠找到的一些相關的 行照圖跟歷史圖等的角度 然後還有從 我們請台北市的地政事務所 還有副政事務所 提供前面提到的這些人的戶籍資料 跟一些地級登記資料的角度來做說明 那這個地形圖 大概就是他目前建築物的主要的位置 那這是他建築物的現況 現況的外觀的照片 那有一些是室內的照片 那左上角就是他外面的 右上角是他外面的 二樓的一個小路台 那在左邊這個照片 上面其實是 那個天花板其實是後來餐廳的裝修 那所以 從裡面可以看到他屋底底板的部分 那這個底板後面的黃紹棟 應該也會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個建築物在 曾經有過在屋底上面翻修 翻修過幾次 那當然室內有一些材料 應該是後來餐廳經營者去附加進去的 那這是他外觀的現況照片 那右手邊應該是比較早期的建物 那左手邊是應該是這兩三年前 增建的建物 那我就先透過這個揭檢照片 就是這是2012年2月 就是Google揭檢照片 就是說這個應該是三板橋 就是這個標的物在2000年以後 曾經有兩家餐廳在這邊做過營業 一個叫三板橋 一個叫山海龍 那這個照片應該是三板橋時期的 這個建築物 左手邊的部分 它其實是一個類似玻璃帷幕的建築 那左手邊是這樣 那右手邊應該才是比較是 原來流到現在的狀態這樣 就是2012年 2014年的時候應該是那一個 後來的這家叫山海龍手工台的餐廳 他去經營 那個有些新聞報導號 報導過 這是那個 有一個國內的公司 他們去經營的餐廳 那所以左手邊可以看到說 若文當時有去獻看 左手邊這個信息就是 後來又再改建過一次 那右手邊這個才是 原來的樣子還是外觀 大致上是原來的樣子 那我現在就從 目前包括說從中研院 還有從那個市府的一些 歷史圖仔細的可以找到 就是 先從1930年 基本上1930年的地形圖 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 我們這個基地 紅色框框的 我們大概基地位置 這個地方叫三橋町 那下面的地方就是大陣町 就是以前日本高級的官員 或者是商人 都住在大陣町蠻多的 那1932年的地形圖的時候 可以看到三橋町 因為商人的地形圖以前 原來是墓地 那大概到1932年的地形圖 他出現是有一些 街道的規劃在裡面 那紅色框線應該是 我們這個建築物大致上的位置 那1940年那時候 有一個日式時期的石側圖 那這石側圖這個房子 他的平面應該是 他畫這個 紅色框線 我們黃色框線 這個應該是 當時有建築物在這個地方的 整個完成的外 就是建築物的外框線的樣子 那我們再來看1945年的 美軍航廁圖裡面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已經好像有點太清楚 但是那個 紅色框線應該就是 當時那個建築物的 整個完整的 屋頂的面貌 那其實比對 194年 其實那個建築物的輪廓 是差不多 應該是同一個 那再來就是 1945年的航廁圖 還有1958年的航廁圖 其實這建築物 1958的航廁圖應該就滿清楚的 就是大概在 它的 就是從這個 紅色框線裡面的屋頂 應該是左手邊 右手邊的部分 可以看到的時候 它是 這個建築物完整的 是滿長的一個建築物 那跟我們今天後來 剩下的部分 應該是 大概少了 相近一半 那這民國1969年 就1958年 建築圖的時候 地形圖就可以看到 它這個建築物在平面上面 它可能有另外一半是沒有看到的 那原來流這一段是寫 標書是二承認 那80年的航廁圖 民國80年的航廁圖 大概就是 它屋頂 剩下這一半的屋頂的樣子 還看得出來 那到102年的時候 其實它的屋頂就 從航廁圖看到它屋頂 是明顯被改現成 應該是平的屋頂 那右手邊應該是有增建一些 新的建築 那比較的時間點 應該就是那個 第一個餐廳經營的 它經營的默契 那到104年的航廁圖 就是它的屋頂應該是跟現在 是比較接近 就是它有改成的 一整個是一大面的屋頂的形態這樣 那這裡就是為什麼 我們剛剛在前面的室內照片看到 它裡面的屋頂看上去 其實室內的材料好像不像是早期的 那再來就是說 這個是因為提報了 他在他臉書跟他的那個 他提報 他提供給我們資料裡面有提出說 這個照片是 當然這個照片看起來應該 滿接近是某一個角度 那我也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轉角後面 就是有一層樓的部分 應該就是我們前面提到說 它應該還有另外一半的建築 只是那一半的建築 大概在民國五十幾年 六十年左右可能就拆除 所以我們目前現在看到的大致的外觀 應該是剩下的這一半 那當然屋頂 如果這張照片是 確實是當時那一棟建築 那當然它屋頂顯示 就可以看得出來是 有更動過好幾次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它的 右手邊的它的一樓的窗 一樓原來一層是有床台 就是西巷地面的 那再來就是 另外還有一個就是 從人的戶籍資料的角度 那因為這個戶籍資料裡面就是 它寫到很多私人的訊息 尤其是日本時代的戶籍資料 它其實會寫一些 蠻隱私的事情 所以可能就請委員參觀桌上 有一份資料 就是 桌上北陸二段十一項十一號 建物跟桌土土地產權 寄相關人物固執的意思說 這個資料是我們舉這邊透過 剛剛前面講到地政事務所 跟戶政事務所 來取得一些 目前可以有的資料 那我就可以大概做個說明 就是 有關於 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就是 有人提起小人搶次 當然後來 後來也有部分 提法人提成成貿通體 所以我們就就這兩個人物 來做一個 這兩個人物 當然我不知道會不會有第三個人 不會就是我們就先就這兩個人物 來做一個宣言 那 基本上小人從市場 如果我們 請問委員參看一下 那個 這個文化學的這個文件 跟他後面有六個附圖的資料 那想說 小林聳策 他當時在日日時期 他曾記的縣住所 因為他是日本人 所以他台灣 他有一個台灣的住所 叫 台北周台北日本 林聳筒28跟34的環境 這個地方應該是 現在的重慶南路一段 那 那個有可能就是他以前 有一個說法 就是他以前 經營的 林布商的公司的位置 那另外還有一個 在他戶籍裡面 出現的住所 是 叫做 台北市大正町 二町目五十 這個地方是在 大正町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南京東路地南 因為我們上面是叫三橋町 這就是三橋町 然後下面是有一個地方叫大正町 那戶籍資料的福簽記載 記載裡面是說 他在昭佛15 就是1940年的時候過世 那另外就是 我們中山戶政事務有提供 日據時期 台灣人陳茂通 那這個陳茂通 先生就是 當時我們其實有跟戶政事務 所肯定的戶政事務要資料的時候 他跟我們說 日時期有二十幾個 叫陳茂通 所以後來我們就縮起來 一個範圍 就是他大概過世的 年代跟時間點來看 後來就找到一個人 應該就是這位 提款人提的這個調柴商 這個陳茂通先生 那他當時 一開始他登記的住所是 台北市永樂地 山兵牧師師範地 紀留 那紀留的意思就是 日本時代的資料是 這樣就是說 他會有一個叫做本籍 本籍就是他的主要居住地 那紀留就是說 他離開主要居住地 超過60天還是90天 他必須要去做 做一個叫紀留 也就是另外有一個住所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他的時候就寫在 永樂地這裡 那這個地方應該是跟 他當時今年的 全員藥 是同一個 日日時期的歷史 是同一個 那當然他的福遷紀事 中有出現一個 在比較後期 出現一個叫 三橋町二番地 昭和十一年 那個月份看不太清楚 剛剛看起來像是二月 就七日第二季 第二季的意思就是 他登記了第二季的住所 那 但重點是 他登記第二季的住所 這個昭和十一年 他其實也是在那一年 八月故事 那 另外就是說 大廣徐公所 他有提供日日時期 陳茂聰的護集資料 那他登記了住所 他有登記說 他也是一樣登記說 他有第二季留到 三橋町的分地 這個地方 那 所以有可能是說 他 陳茂聰先生 他在過世的前一年間 他有登記了 另外一個 第二的住所 在這邊 也就是說 因為他原來的季留住所 是在 那個大老城的 這個地瓜界的地址 另外就就那個 建物 土地產品登記的官方地址 就是我們從 地震事務所要的 資料 來提供 就是我們跟 中央地震事務所要 這個建物的 以前日日時期的 地震資料所 他是提供給我們一個 三橋町二 二支三十七範地的這個 資料 那 當然後來 所有學員他有提出說 還有一個 二支三十七範地 那 產權資料的遺傳 大概就請給我們 參考那個 復圖六 那大概就是說 看起來是昭和時期 這一個地 這一個基地 是小林蟲次郎 那他有特異的著作是 本地的地木 我以前蠻講的 那地木是叫鐵 那在昭和七年的時候 也就是一九三二年的時候 院子登記成成茂東先生 那成茂東先生 他當時也有一個住所之下 那當時他登記的時候 地木也是叫鐵 那在昭和十二年的時候 是改成共有 那當時共有 我也知道 那看到是有三個姓程的人士 那當然 因為成茂東先生在昭和十一年 過世 所以這三人 有可能是他的後代 那當時的地木就改為 叫建屋附地 然後一直到昭和 就隔兩年之後 昭和十四年的時候 也就是一九 新元一九三九年 就改為一個姓炎 炎姓的一個先生 那他的著作是在 契信聚 契紫階 那丁文是建福福利 那在建築大方父母後 其實地號有改名叫 有更正叫做 中山區三小高二十三 三十一地號 那當時的所有權人 是那個炎姓的人士 那後來有轉移給很多 大概六七位姓炎的人士 那他們應該都是這個姓炎的後代 然後一直到民國六十二年 就是西元一九七三年的時候 就產業就轉移給 政大營養公司 也就是一直到今天 四十年後的所有權人 就是政大營養公司 那也就是 如果是用小林總事長 在地底跟戶籍 柱子跟介資料是 就是當時他小林先生 應該是持有這個土地 但那個土地上面 應該是沒有這個建築 或者是半分沒有住在那個建築裡面 那如果就陳茂通先生的角度而言 就是說 陳茂通先生在1932 取得這個土地的資料之後 他過了三四年之後就過世了 那如果回到我們前面講 戶籍資料就是他其實 他把他登記之後 第二級出地的時候 應該也有可能是在他過世的那一年 那以上就是針對他戶籍跟地籍資料的一些 我們目前可以搜集得到官方有的資料來說明 那接下來我就就這個案子的 很關鍵叫做徒步報告來做說明 就是說他基本資料就是 他位置就是中央區中央北路二端 11向16號 那日據時期的地號地址就是三橋區 二支三支一翻地 那有沒有其他地號可能 就是如果說出貨權人或是提高人要補充 那桌陸地號跟建號就是 建物桌陸土地就是中山區 中山段、三小段、八一九地號 部分平壁土地 那建物是這個2088建號 那登記的有層數是兩層 那他現在還會登記的那個 當初登記的是木樓構造建築 那總面積大概是144.6平方米 那創建年期 因為這個房子其實一直沒有一個官方記載的 建築時間的資料 所以我們推估 如果是依他 城堡方面取得這個土地 一直到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那個實測圖 那有可能就是1933年到1940年這個區間 那建物集他做土地的所有人 就是鄭大林宏工位 部分也有現公司 那土地使用分級現在是第四種商業的區特 那這個現況就是 因為這個土地跟建物都是私有 那所有學員目前都是鄭大林宏工公司 那日據時期到建成的初期 就是一直到1970年 他都是作為私人住宅使用 那1970年代 建物產權轉移給鄭大林宏工公司 據這個公司的說法 就是他們作為 有30年的時間作為房公司使用 那後來又在2000年以後 左右就出租 曾經給兩個餐廳做使用 那個就是上百強匯款 那後來又是上海的手工台菜餐廳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很多人講 叫上海的 其實他上海是2014年 才營業到今年8月 那因為他已經 這個餐廳已經在8月除了到 所以餐廳已經簽出 那目前建築物就是 因為他要等待都市更新的程序 那建築物就是一些 沒有做什麼其他功能使用 那所有人跟管理的保持原因是 因為這個建築物 所有人跟指示者沒有提到說 因為他們原先已經完成了 所有都市更新的整合跟實力整序 那實施者是原來建築開到的公司 那相關參主執照 他原來是辦理到一半 所以被我們請建築物財團 但因為民眾提報文資的審查 所以我們就是在7月14號 有請那個建築物財團這個拆照 跟他僅僅建築物的拆照這樣 然後政大民衡公司 他其實在出席我們理事會開門 他們其實表達說 他已經完成更新程序 所以而且就要執行更新了 所以他們很擔心說 如果這個失程 因為這個審議跟文字的指定 如果登陸的話 就是會造成他們很大的損失 那所以目前是沒有表達過的保存問題 那有關價值分析的時候 這個案子是我們接過民眾提報 啟動文資審查的時候 在8月10下辦理了五個委員 那出協委員是五個 那因為為了求審慎 所以後來我辦了第二次會堪 那出協委員也是不會這樣 那兩次委員會堪 對這個建築物是不是具價值的 來區分的話 那第一次委員是多數認為具價值 那第二次是多數認為不具價值 當然他們認為具價值 或者是認為不具價值的角度 其實是還是有點不太一樣 那就請各位給參觀會紀錄的內容 那第五點就是說 這個未來保存管理文庫的評估 那因為這個建築物還沒有在建築物 在文字審議會確認是有文字審議價值 所以如果今天審議具文字審議價值的話 一線型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應該有所有人管理的使用人 管理文庫 那因此未來保存管理文庫 我們今天請努力監獲管理這段進行說明 那第二點就是說 指定或公共放文字影響進行評估 那這個案子如果進行文化資產審議 委員會審議具文字審議價值的話 那就還是要看說 他的保存類別跟他的保存方式 他要保存評估說 他的影響是什麼 那以上就是這個案子的簡報 那就提醒委員會審議 並一決一百多許 我們是不是提報人還是 我們今天的登記發言順序 我們先從提報人開始 提報人接著是澄清登記發言 最後是由索爾全人在登記發言 提報人有一位登記是廖文竹 我剛已經把新的市政交給文化局 然後現在我看到一些委員已經在看了 然後在二次會看以後 陳天萊先生他的後代提供了 他們家裡面的老照片 然後他不太確定那個年代 可是我們已經查到了 這個房子是建於1933年 他的本名叫做紅葉園 所以關於這方面的資料 我們是從台灣日新報裡面的登記 找出來的 然後我們已經附在報告裡面 就是陳茂通先生 他在1933年的時候 在春天蓋了這個房子 然後大約在9月的時候完工 然後9月30號那一天 他也請了親朋好友 還有當時的台北市長 還有菇顯榮先生 一起來他的家裡做客 然後在我昨天又找到新的證據 就是那個陳茂通先生 他是在1936年過世的 然後可是在1935年的時候 日新報也刊登了一個 我今天有放在那個新的報告 就是菇顯榮先生也有去他那裡做客 可見得他常常都在那個地方 然後在我們從那個陳茂通先生後代的 那個外孫女婿的資料 還有外孫女的資料裡面提供說 那個陳茂通的女兒 他曾經提及說 他以前跟他爸爸是住在三橋廳的這個 曾經後來變成三百橋會館的另一間房子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從後代的那個發言證明說 這個房子他的確是拿來居住的 然後至於說那個登基那些我們是不太清楚 可是至少我們可以確定 從我們目前可以找到的資料 就是他叫做紅葉原 然後在1935年的大海北鳥探圖裡面 也曾經提到就是有關於名人故居跟有名的場所 他都會用紅框標示出來 然後那個好比說菇顯榮的家 他的家在大道城那邊就有標示出來 然後紅葉原呢他也是一樣 他也有被標示出來 當時我看到這個地圖的時候 我只是覺得很奇怪 不管紅葉原是餐廳還是什麼機構那麼有名嗎 結果沒想到他就是成茂通的家 然後呢第二點呢就是 為什麼會叫紅葉原呢 因為1915年的時候那附近蓋了一座橋 叫做紅葉橋 所以呢他可能是因為那個橋 那個紅葉原就在紅葉橋附近 所以他會這樣名的 此外就是 就是 就是 我要再講一下就是 我覺得呢 文字保存一個都市開發幣不是對立面 然後這個部分呢 就要靠政府出面協調來保存都市的資產 而且也不要影響到業主他的利益 就這樣報告了 來自立大地 登記發言有兩位 第一位蔡世宏先生 蔡天森 首先我要感謝各位委員姓郝委 是政大聯盟的代表 我們在這邊委員要希望忽略一件事情 我們反對政河者 用政河的形式在政河的方式 對文資委員做污蔑或真正攻擊 這是我們要先呼籲的 因為我們畢竟在人民的個案上面 在網路上曾經看到類似的情形出現 那首先我要再跟各位報告說 舉報人舉報的中國資料裡面 什麼東西的攻擊都在前院藥行 都跟前院藥行有關 但是我查遍了文化部的網站上所有的資料 前院藥行到目前都還沒有 不具任何文資身份 那我們這棟房子要保了什麼 那這幾十年來 因為這棟房子老舊的關係 它曾經探踏過 那所以做了整建改建整修 做了這麼多 那請教 陳光先生的事蹟有因此而受到減損嗎 沒有 完全沒有 所以到底誰可以跟我們說 這棟房子到底有什麼保留的意義存在 那現在呢 這是因為有人看上我們的房子 那我們就要被無條件的被檢視 我們要自行去舉證 去證明 那這跟搶劫跟逼婚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只是因為房子老舊 那依法我們跟鄰居一起申請更新改建 那花了大概十年的時間 我們才完成這整合跟審查的程序 那又莫名的奇妙 又要被標平板甚至破取不可行 那我們想要請問 所謂的程序正義何在 好 這是我今天的發言 謝謝 謝謝 第二位 馮先生 第二位 馮先生 我不是提報人 我也不是文資專家 我只是因為八月中的時候 正好到上海樓用餐 然後發現這麼好的一個地方 竟然就要消失了 所以後來找了一些資料 然後開始認識這一棟房子的歷史 那有幾個觀點跟大家分享 第一就是其實在很短的時間 就從第二次會談到現在 差不多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們非常努力 就找到了很多的新事證 包括像剛剛大家看到的 陳鋒通先生在1934年 站在這個房子前面的照片 比對現在的房子的狀況 其實非常清楚 那個建築的結構 其實是外觀 非常多的重要的地方 譬如像帶型床 像二樓的陽台那些 都是英文一樣的 所以並不是說已經改建到面無全非 而且不是原屬於原始建築 第二個就是說人物 因為戰後整個的統治階級改變 所以日本時代很多的重要的 歷史人物 故事全部都被掩埋 我覺得是在民主化之後 我們才開始努力的去找 這一些歷史記憶 那麼歷史記憶是需要物質基礎的 這中間主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物質基礎 我們在三四個禮拜之內 就有透過到國家主治館去找 台灣日記星報的資料 以及邏輯製作的一部搶救短片 引發了很多了解那一段歷史的網友 主動的提供 包括說陳茂涛先生站在他的 這個西若翔的房子前面那張照片 就是他的好朋友的第三代 因為看到影片提供給我們的 可以串聯出非常非常多的新的想像 以及對於過去的認識 非常多新的故事 我要為大家注意的就是說 因為戰前的歷史是被斬斷的 我們一直到近年才開始努力的去重新建構 我們要一個完整的台北的發展史 其實這棟建築可以給我們很多的啟發 如果房子不在了 我們是要怎麼樣憑空生出這一些研究 這一些去探索的熱誠 怎麼樣去重新的建構跟創造這些故事 我舉個例子就是在2000年的時候 我開始去製作跳舞時代這部紀錄片 那個時候很困難 但是我們有個物質基礎 就是有人收集了大量收集了 從20世紀初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的 黑膠唱片 我們是從那樣子的一個聲音的物質基礎 去創造影像 然後搶著去採訪 還曾經見證那個時代的老唱片人 老音樂人 他們都七八十歲 影片完成的2003年 我們主角艾艾女士 他第二年就過世了 然後那幾年之內所有人都走了 物質基礎非常的重要 如果房子沒有了 大家怎麼去追溯那個年代 以及那些人物 陳茂通不重要嗎 請大家再思考看看 因為新報裡面有這麼多關於他的報導 物顯榮跟他有這麼好的交情 這是為什麼呢 難道這一切都不重要 因為只是因為我們過去不知道 這個我請大家再思考一下 然後柯文哲市長也說城市的進步 不是犧牲歷史遺跡而來 而是找出新與舊可以平存的方法 這件事情其實是可以雙贏的 我可以理解現在屋主他們的不滿跟焦慮 但是城市的歷史記憶跟文化資產 是大家共同的 如果台北市政府願意拿出誠意來認定 做腹肌的認定 然後提出一個好的容積離轉的方案 我已經超過可能要掌握一下 我已經超過半分鐘了 提出容積離轉的方案 而且盡速的去處理後續需要的 都更的手藝程序 其實我覺得這個關鍵是在於 市府有沒有這樣的意願 如果市府有意願的話 是可以快速的處理的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請各位掌握時間 因為其實今天登記的人數不少 原則上是三分鐘 要搶贏兩聲就麻煩停下來 麻煩一下 那我們接著是我們的索爾犬人 鎮大尼龍公務部有限公司何季豪先生 我們可以先看看 對這個所做的一些資料 再發表 一起吧 直接都提起了 因為我們有很多資料做法 因為我們有很多資料做法 我知道 像是屋主這邊針對提報內容的回應 和文字誠意的成型 那諸位手上應該有投影片這把資料 那請大家翻開第一頁 我們首先第一部分 我們會針對提報的資料做個澄清 那首先針對提報人所言 本案為小林里或是城茂公宅 首先我們要澄清的是 本建物創建年代是1940年 那依據日據的台帳 小林持有土壁期間尚未有建物 那史料的記載 陳茂通死於1936年 那依建物的成本 那本建物是新建於陳茂通死後四年 所以我們看下一頁 那大家從建築主改良部登記簿 可看出 本案新建的年份是民國29年 也就是1940年 而根據台灣日日新報 陳茂通者過世於昭和11年 西元1936年 那大家翻到第五頁 那是日據時期的台帳 那左上角的座落土地號 可以看得出來 本建物座落在良笛土地 帝號2-31與帝號2-37上 那從台帳上可以看出 小林前後在1932、1933出售土地給陳茂通 而陳茂通過世後 其繼承人在1939年 將土地再出售 由於本建物是新建於1940年 因此不可能是小林或是陳茂通宅 那至於提報內容 及本案為提及本案是全洞 鋼筋混凝土的建築 我們也要曾經 那個本建物登記是木磚造 而提報內容所提及的 鵝黃面磚洗石子 門窗內裝等 許多軍事後續裝修所做 後面我們會以更詳細的對照圖來說明 那下一頁 這是建築改良部的登記部 我們可以看出構造上面寫的 載明是本國式木磚造的二層樓房 那第八頁 至於室內樓梯完全是新作的 從之前餐廳三板橋巨棚園DM 影院圖上可以看出原來樓梯走向是L型 現在則為M字型 所以提報資料所說 樓梯木座墻板為日本時代原物 根本是子虛烏有的事 那第九頁 這邊特別要更正的是 我們是都市更新 不是出售土地 那山海樓則是註約到席 改旨繼續營業 他在陳出的一開始 就知道我們在路根 所以絕對不是被迫停業的 我們再次要表達遺憾 提報人應該在事先先與我們聯絡 查證 而不應草率地將不實的內容 寫在提報書中 那至於最後 我們要回應有關提報人 最新在臉書改口提報陳茂通宅的內容 我們從上面這些文字上可以知道 幾乎所有與陳茂通有關的事蹟 均在大道成的千元生耀盤 與本建物可說是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算要提報 也應該先提報千元生耀盤才是 那接下來第二段 我們將針對不同時期建物改建的照片 做一個比較 首先我們對聚棚園 陳出的西元2002年到2012年間 以及山海樓陳出之後的2012年以後 來做一個比較 從空照圖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現況屋頂為山海樓星座的 而原本東側的鐵皮玻璃屋 則被山海樓改建為RC的構造物 那西側原來有一個鐵皮屋 現在則被拆除改作為庭園 那第13頁 我們這一頁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山海樓陳出以後 整個屋頂的構造已經完全改變 而東側的圓拱形構造物 則是完全是防古形建的 那我們在第14頁 我們針對提報人提供的照片 與現況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許多的建築元素在後續的改建 真建整建中都已經變更了 要強調的是右下角的照片8 可以看出提報人再三強調的重複幾何型門柱 完全是後期裝修所為 那再來我們第三段 文師審議程序師 我們希望對這部分來做些誠情 那我們第16頁 我們其實在9月21號 突然收到文化局的來函 公子本建物有所謂的小林底 變成所謂的城茂通宅 那在這整個過程 在7月13日提報我方建物為小林底 然後經過第一次現刊 第二次現刊 提報人都信誓旦旦地說 本建物是小林底 那一直到第二次現刊的現場 我們提出台帳證明不是小林底 結果到了9月16號 提報人又在媒體上 改口稱本案為城茂通宅 這整個過程很明顯是 先射箭再畫法心 先提報再去找故事 如果這個建物真的這麼具有歷史意義 以提報人的文史的專業 怎麼會先錯誤提報為小林底 然後又要花整整兩個月的時間 再改口稱城茂通宅呢 可見這個建物就是個沒有歷史紀錄義的建築物 那此外提報人沒有掌握正確的資訊 就任意提報 造成私有財產被侵害 而文資法卻任由這樣不合理的事情發生 實在讓人難以接受 所以一個沒有歷史紀憶 不受重視 據傳為醫生宅的老房子 我們給他一個故事 他就可以認定成古蹟或是歷劍嗎 難道這就是我們對文化資產認定的邏輯嗎 至於提報資料的真實性 究竟是否符合官方記載 到底建物有多少比例是原有 建築的公益是否值得保留 這些都不用去考證和評估嗎 這樣的程序實在是非常的不合理 我們這個都更案 從整合走到現今已經將近十年 結果七月十三日 一份僅僅補頁內容不正確的提報書 就造成我們停擺至今三個月 整個時辰延當半年 這十年間不論是我們所有權人或是實施者 是否懲罰們各式各樣的委員們 開了無數次的會好不容易有成果 結果今天隨便一個沒有厲害關係的第三者 用一份錯誤百出的提報資料 甚至一個無法以政府文件證實的歷史故事 就可以任意提報造成整個都更案問題 這對都更案的相關權利是很不公平的 最後我們必須鄭重的聲明與強調 這是私人產權不是公有財產 而財產自由是受憲法保障的 最後是我們城市的呼籲和請求 那這部分我想請我們董事長來向各位委員報告 主席、各位官員、委員們大家好 今天很訝異 青年7月份我們公司一種建築 曾經被提報為小林仔鼓擊案 市府委員兩次會談的時候 都還是小林仔鼓擊案 委員會談的時候 我們也有給他們一個代表 那我相信他們看完之後都覺得很奇怪 那政府有保護監禮財產 有利安全的責任 當我知道我們的房子被提報為主席案的時候 身為公主可以支持的房子財產 我感到完全的不利感 也非常委屈 也很無奈 對他們提報的案件 我們上大會強暴 我們向政府機關調閱 法定有效人件來證明 真正的事實是什麼 一共幾年前 連屋主是誰就搞不清楚的房子 被提報整理機 經過調閱人件產本顯示 1940年才登載這種新建的房子 可是1936年已經過世的先人 是要如何曾經住過這個房子 只要團戰曾經持有這個禮盡 可以被復原和復使出貨犯 那相同的 曾經對台灣有過更重大貢獻的華麗季先生 曾經住過、班公過的地方 都全部要被保留嗎? 身為公主的無奈、痛苦與委屈 我們要跟誰申訴 近年來 世界各地的災難經濟 尤其是強烈地震 越來越多 也越來越強 許多老大都是我看 為了保護好自己的生命 我們需要結構更加組織 我們多根基地 位於台北市土壤業化高潛的區域 就是差不多五十年後 因為政府能比十年前民居們共同合作 我們有申請復根 就是為了要保護自己的生命財產 請問這樣做 同為市民的我們 同貨啊 同貨在哪裡 在提告人的眼裡 我們是真理、全力、主持 是不是不值得走出 先設計在法法的方式來以報復 避失我們合法申請復根的正常性、脫離性 全多根區的副主們 我們已經開始付出非常慘慌的代表 以承擔非常沉重的精神壓力 請問這樣的徵修仁慈法條例 增加人民會會到與控制 供應和立法 這不是一句 提告人輕鬆進去 雙贏或容器轉席就可以進去 這個提告案是政府失去成形的 信賴保護原則 請各位長官 將行居心在憲法 保障人民權利上的基礎上 所有政府 都跟屋主都可以接受的決定 我要強調一次 剛剛 情報人尋出的 紅葉原 我認同 但是認錯房子來 不是這塊基地 請大會仔細看看 標示紅葉原的位子 跟我們現在基地的位子 有沒有 好 時間到了 謝謝 最後一位是元大建設 補備有限公司張志勝 主席 各位委員 那我現在開始 就這個更新案 做我們的報告說明 下一頁 首先我們說明這個更新過程 第一個 我們這個暗示地主 100%重裏的案子 是市政府 都是更新1680專案 所謂專案就是 加速審查 還有快速合照 第二個 這個案子是在今年的5月4號 核主公告實施 我們會費時6月 經歷的下面 五大審查 分析單有一個畫地 第二 書目保護 這也是我們畫局的主觀念 第三 都市設計審議 第四 環境影響評估 我們還做了環評 第五就是都市更新的審議 核主公告實施 一直到5月4號 但是我們在5月9號 申請執照之後 下7月份就被停下來 就是因為這個樣子的提報 下一月 那在這審查中文的過程當中 我們三次有寢視的文化局 文化局有三次以公文為止 婚姻紀錄 說明說 這個建築物還有這個更新單元 沒有本事的古蹟 歷史建物 也沒有列本的建物 最後的一次是在103年的12月10號 所以距離現在還不到三個月 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我這裡我要說明的是 文字提報 對我們這個更新案的影響 第一個影響 我們熟患民眾受害 對幸福的信賴是分盤的 第二個 我們實施者到現在 已經付出超過8億損失產重 這包括5.5億的道路用地 已經捐給市政府 1800萬的補償金 國產署台北市財政局 都已經民主 然後我們支付了超過7000萬的 建築更新景觀環平等房 顧問費 第四個就是 我們已經發包的工程合約 我們面臨委約跟 定期末封 還有 我們這8年的 人力、物力、財力還有利息的付出 那現在呢 我們每月還負擔500萬的利息跟補貼 第四個影響 我們屋主更新的地主 他們的損失 他們是幾年的付出 他們現在不搬走 租房子 他們現在當地代款的壓力 他們現在是進退流的 下一頁 那最後這裡我要說明 就是說 這一棟建築登入文資身份 對我們這個更新案的影響 第一個就是 全案推翻 因為你等把核定的更新建築設計 跟更新的權力分配 全國推翻 我們8年等於歸零 這個案子就破局了 第二個就是 我們必須重新辦理下面這些流程 一個就是提升會 第二個就是都市更新的審議 兩個審議都重來 第三就是都市設計審議也要重來 第四環境想平估也要重來 第五個還有就是文資審議 這些審議走完至少要三年 想想看我們屋主實施者還有地主 這三年的損失怎麼去估計 而且這過程當中也有可能 因為無法再取得地主180的迴影而怎麼獲取 絕對跟全案推翻一樣 下一頁 那我們對提報資料的回應 那這裡剛剛已經提過了 他不是小營屋社長載 我們把他剩裂 下一頁 現在提報人認為主張說他是城堡風財 那我們先說明 第一個從官方的台上跟成本資料來說明 一 這個土地城堡風財只有三年 非常短 他1933年取得1936年就過世 第二 他沒有居住的市政 他取得土地跟他過世 但是他的戶籍都在五六町山頂目 我們在這裡 第三 他沒有持有借物 他從沒登記持有借物 第四 沒有興建 因為1940年這個借物 藤本才正式的有興建登記 但是他在1936年有過世 下一年 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借物 不應該是城堡風財 根本不是城堡風財 第一個 他取得土地到過世 只有短短的三年 第二個 他沒有居住的市政 沒有戶籍的登記 沒有建物持有登記 第三個 他跟徵用建築物之間 沒有任何長期生活記憶 或重要歷史事件的連結 第四個 他的生平記載 都是在戶籍地永樂町 第五個 這個建築物的建築工藝水平 其實遠地於他在永樂町的住宅 第六個 1935年的周邊 尚未規劃道路 而且是荒蕪未開發區 還緊雲大片墳墓 我們先想想看 這不可能是永樂町商人 傳承跟商賢身份的住宅 本來是像一種一般的住宅 所以他的後代 在他過十三年之後 就出售這一塊土地了 所以我們認為 沒有任何官方產權紀錄 沒有戶籍紀錄 沒有任何長期生活記憶的 跟重要歷史記憶 不能成為城堡風宅 那這些都是我們附的資料 請各位參考 接下來我們針對這棟建築物的 建查、開查跟說明 那這棟建築物的黑框 就是他的一個套位圖 那我們把它放在A、B、C、D、C、D四區 B、C、D其實都是改建正建的 已經完全跟面貌全非 所以我們針對A區來做一個說明 A區我們先看到 一樓的部分 不管是那個 學班 對不起喔 我請示主席 因為我們 有關我們的全員 我們霸養的時間 可不可以稍微延長 一分鐘好不好 是 我們請各位參考 我們這個介財 勘察說明 一樓這個 這個 學班的柱子 還有 左側的正面牆 他們都是已經修改過 那各位可以參考 而且都是新舊磚混雜 紅磚的尺寸是不依然 那下一點 那一樓的下班 下面這一側 他們也都是改建過的 然後紅磚尺寸零段 也就是新舊磚都有 還有切法、氣法零段 那請各位可以參考我們的資料 那第二個再來 二樓的部分 那二樓的部分的話 也是相同的情形 其中二樓的地板的話 它是RC構造 已經不是原來的木造 也就是新的 它屋頂也都是新的 下一頁 還有二樓後車 這三個地方 他們的紅磚尺寸 都是尺寸不一 而且是新舊磚混雜 已經是改建過 而且雜亂五張 那這是一個檢表 就是我們這個勘察資料的一個匯整 下一頁 這是介入的一個外觀 我們可以從這一棟建築物外觀 跟大道神建築物外觀 來比較 因為其實左側上方 這邊怕了城堡風宅 請各位參考一下 其實他們都會屬於差 我們還是說明到這個地方 我們還有一頁 我們還有最後一頁 對 發言結束 發言結束 好 來 那個 我想我們剛才的部分是報告 或者是提報人 那麼還有一些什麼相關的 性愛關係的人 可以做的 就是來說 那麼 那麼 針對這個安全 也非常歡迎 這個議會主席公議員 也在選擇 要不要做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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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的保障 跟對文化資產價值的章型 本來就會有價值上的協調 如果說今天在提高輪提出的 文資價值審議相分的資料 跟業主這邊所提出的資料有這麼大的出入的話 我想詳細的調查是必須的 也希望審議委員 能夠對外界有重大關注的案子 能多一點耐心 對於不肯密的 可能會喪失的文化資產價值 能夠審重來做審議 上來 我們謝謝議員的分心 和鼓勵來參與 我們接下來是進入我們整個案子的四字討論 我想就是說這個是新的文字法之後 它必須要面臨的這些問題 但是就是說我們今天 它還是以這個 文化資產價值的一個確認 來進行這些四字討論